在止烟下降的同时 我们的监测调查也发现 我们的电子烟的使用率是持续的升高 国内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比例 从107年逐年攀升 烟害防治法跟着修正规定 从112年3月22号开始 全面禁止贩售电子烟 另外新式的加热烟品 必须申请健康风险评估审查 通过后才能销售 性类型烟品 无论它从尸体店面的贩售 或者是从网络世界的贩售 虚拟实践的贩售 我们从今天都会强力的来取缔 来保障我们国人的健康 因应新式烟品流通市面 烟害防治法上路15年后再度修法 严格管制电子烟品 同时扩大大专院校 幼儿园等禁烟场所 20岁以下也不得吸烟 此外烟盒警示图文面积 也增加为50% 违反规定的业者 最高僵杵5千万元罚还 我们已经有增补人力给地方了 那今年明年还会陆续增加人力 至于说这个实际上的 这些可能碰到的困难 那就一一一以为排除 国民健康署从即日起 将和各地方政府卫生局合作 针对实体店面 夜市网路平台等贩售通路 展开机场 同时呼吁民众不购买违法产品 以免受罚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